好,各位同学,我们请看到102年填充题的第9题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首尾数问题 它说LOG2是0.3010,LOG3是0.4771 若12的十二次方是A位数 最高位的数字呢是B 则这个数对AB会等于多少 那12的十二次方我们当然不太可能说真的去把它乘出来 那当然假设说你首尾数公司忘记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用暴力法去乘乘看 来,我们这边就假设 X呢,就会等于12的十二次方 然后我们对它去取对数 所以LOGX就会变成 按照对数率公式 12次方提出来变成是LOG的12 好,然后呢 12的话呢,再去写成LOG的 4乘以3 那所以就变成 12倍的,注意LOG4 乘3的话呢 乘法变加法变成LOG4 加LOG3 然后呢,因为LOG4又变成2倍的LOG2 4是等于2的2次方 再加LOG3 所以变成是12倍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近视值带进去 LOG2是0.301 再加上LOG3 0.4771 好,所以变成12倍的 这边0.602加上0.4771 加起来的话会等于1.0791 所以乘起来会变成是12.9492 这边我们请同学小心计算 好,那么 首数部分是12 尾数部分就是0.9492 好,那按照首尾数的公式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大于1的数 所以它的位数会等于首数加1 那么我们的A位数呢 就变成是12再加1 也就是13位数 好,其次我们看一下 最高位数怎么求 最高位的数字B要怎么求呢 我们请注意到 LOG8的话呢 会等于82的3次方 会变成3倍的LOG2 也就是3倍的0.301 也就是0.903 那LOG9的话呢 是等于2倍的LOG3 因为9是等于3乘3嘛 所以2倍的0.4771 也就是变成了0.9542 那为什么要算这两个数字呢 我们现在的尾数0.9492 是不是刚好就落在0.903和0.9542之间 那这样就代表说 我们的这个12的12次方 乘开之后的最高位数字呢 它就会落在 LOG8、LOG9中间 那么它会等于8点多 所以这时候我们最高位的数字B的话呢 我们就会等于8 所以我们的AB的数对 就会等于13和8 了解了吗